关系到阿尼亚是否会得到四雷惩罚的期中考试结束了 对于阿尼亚在这场考试中的成绩 黄昏十分不安 因此她决定乔装打扮成教职工费曼老师 潜入学校的保管库 在判卷之前篡改阿尼亚的答题纸 不留任何痕迹的慎重完成任务 与此同时 还有一名间谍也在做类似的事 他就是这个代号为东云的男人 此人自称某企业专聘的精英间谍 之所以给自己取名为东云 是为了对应传奇间谍黄昏 而此次篡改某位学生答题卡的任务 正是东云出道以来第一个任务 为了向世间宣布传奇间谍东云即将横空出世 此人在执行任务时进行了一系列高调行动 先是以莫名其妙的杂耍动作滚向试卷保管库 随后以人体旗帜的方式避开了巡逻保安 这一系列令人大呼外行 却完全没有出差错的行为 令黄昏瞬间迷惑了起来 搞不清楚这人究竟是高手还是蠢货 面对如此奇人 黄昏不禁有些苦恼 为了不让东云妨碍自己潜入保管库的计划 黄昏决定趁他认真撬锁的时候将其干掉 却不要东云根本没打算撬锁 而是肘击玻璃暴力开门 以至于黄昏不得不一边指呼外行 一边为他擦屁股 将入侵现场伪装成足球部练习失误 帮东云收拾完残局后 黄昏终于也进入了保管库所在的教学楼 事实证明 东云并没有准备任何计划 因此在看到保管库有守卫后便立刻慌了手脚 还一不小心碰到了走廊的雕像 被保安拦住要求出示身份卡后 东云更是连个完整的谎言都编不出 只是反复强调自己是教情报学的著名老师 求守卫通融一下让自己进去 以至于守卫差点报警 为了不惊动警察 黄昏只好出面帮助东云 来到二人面前 套出了事先伪造好的教室身份卡 递给东云 并迅速在东云否认身份卡属于自己之前 暗示他有卡就能进保管库 随后二人一同过关 与东云同行时 黄昏又有了一个让自己直呼外行的发现 那就是东云竟然将自己的任务写在了手上 他此行的目的其实是修改德斯蒙兄弟的考卷 黄昏一边在心里吐槽东云 一边思考为东云下达任务的人 而此时的东云正因为不知道密码而被卡在库门前 他借口自己要上厕所离开 随后在黄昏打开库门后 猛砸起后脑 并将昏厥的黄昏拖进了保管库里面 随后开始翻找试卷 显然黄昏不可能被这种三角猫打昏 他只是想等东云走了之后再行动 此时的黄昏不会想到 自己接下来会受到东云影响 干出一件令自己直呼外行的事 完美 我真是被我自己的才能震撼到了 我想我已经超越了黄昏 说不定新闻里也会报道我的名字 啊不对 我是谁都注意不到的间谍 新闻怎么会报道我 既然是如此的话 嘿嘿嘿 在篡改的考卷上 签上我东云的大名宣传宣传好了 就在得意忘形的东云 即将在考卷上签名之时 装作昏厥的黄昏突然站了起来 心中无法抑制的吐槽之魂 彻底击败了他的专业精神 一句间谍不要主动留下痕迹 脱口而出 现场气氛突然尴尬了起来 未未 你这家伙在小瞧我吗 把本大爷的精彩表现说出去啊 听好了 我的名字是东云 你要把本大爷的故事宣传出去 天游加醋也没关系 比如我徒手接子弹什么的 在对黄昏交代了一番后 得意的东云再次以杂耍般的动作 滚出了保管室 此时的黄昏已经懒得直呼外行了 没有了捣乱的东云 黄昏终于能够安心的完成自己的目的 在此之前 他先去查看了一下 被东云修改的德斯蒙兄弟考卷 发现东云并不是在给二人加分 而是把他们改成了不及格 由此可见雇佣东云的人 正是德斯蒙家的政敌 对于黄昏来说 德斯蒙家的孩子退学和阿尼亚退学一样 都会对肖作战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他把德斯蒙兄弟的考卷改了回去 并在修改的时候 发现二人的成绩都十分优秀 尤其是兄长 所有科目都是满分 处理完了德斯蒙兄弟的考卷后 黄昏终于找到了阿尼亚的考卷 令人意外的是 他并没有对阿尼亚的成绩进行修改 五天后七中考试成绩正式发榜 达米安综合成绩为连年级第十一名 并因为历史成绩为连年级第二而获得新奖励 未基虽然没有达米安成绩优秀 但也算不错 年级排名第四十六 相比他们 阿尼亚的成绩要糟糕很多 在年级全部228名学生里排名213 但阿尼亚却没有因此而沮丧失落 因为他每一科都考到了几个线以上 不会获得雷惩罚 就这样大家都有惊无险的读过了七中考试这一难关 唯一的输家只有一个 那就是因为任务失败而被解雇的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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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任务失败而被解雇的东云 那就是任务失败而被解雇的东云 那就是任务失败而被解雇的东云